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百合博士 这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日本的肥胖门诊 生活在日本会感到周围的人 都非常在意体重的增加 在意体型的美观 在东京大一点的书店里 可以找到排列在一起的 即十种专门介绍各种减肥内容的书籍 与此同时 过度的、不健康的结石造成的精神厌食症 身体极瘦的情况也不少见 这种情况自然会让我们疑问 肥胖门诊是针对什么样的病人呢? 其实在进入21世纪的端口 日本政府针对出现的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 提出了健康日本21 这是一个针对改善国民的生活习惯 做好疾病的一级预防 力求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所做的健康规划 2002年又制定了健康增进法 上升到法律高度 予以约束和促进 2005年 由日本内科学会牵头 有八个学会 共同参与发布了 代谢症候群的针断标准 其中包括肥胖的腰围 血压 空腹血糖 血脂的具体数值标准 肥胖门诊的核心目的 并不是单一为降低体重 而是为代谢症候群的病人所开设的 及早发现内脏脂肪续疾 这个位于数种生活习惯病上游的危险因素 并给予治疗 从而来改善和预防 生活习惯病的发病 才是真正的目的 更重要的意义是动脉硬化的预防 肥胖门诊的医生所给予的治疗原则 主要有三个 第一就是饮食疗法 在确保营养素和身体能量的 基本需求的前提下 限制总热量的摄入 第二是运动疗法 在具体的几项医学指标的前提下 强调加强有氧运动来实现减脂 第三个呢是行动疗法 就是通过检查日常生活中的 每一个具体的 可能造成肥胖的饮食细节 予以纠正和克服 其实在日本还有很多人 以睡眠时间短而夸口 可是有研究报告显示 每天睡眠在四小时以下的人群 比平均睡眠七小时的人群 有更高的可能患上生活习惯病 这是因为睡眠不足 会导致抑制食欲的瘦素分泌减少 而增加食欲的激素 古来磷分泌增加 而且身体处在交感神经兴奋的时间更长 夜间也不能有效地转换为 副交感神经兴奋 反而会使白天的交感神经功能低下 代谢功能也减弱 这些都是因不良的睡眠习惯 而导致内脏脂肪蓄积的原因 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在日本一直都被高度地重视 在2013年 又目标2022年 再一次提出了健康日本21第二次 还是从生活习惯病的预防 精神健康 以及健康的长寿的课题出发 制定了很多关于饮食运动方面的具体标准 日本是一个长寿国 但是如果老年生活中 卧床和老年认知症 就是老年痴呆 占据了高比例的话 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 所以预防生活习惯病 预防动脉硬化 才如此受到重视 原本计划的 实讲减肥系列 还是不能结束 因为还有些内容 需要介绍一下 下一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了解 日本的个人内脏脂肪的测定方法 以及最新的治疗 如果你授予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和转发给需要的家人和朋友们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